完之后它应该会出现这些东西 它forEquilibus 而且是PYDIF这一个 版本这边都有NAS就可以了 然后它问你要不要同意 当然要accept 你就按finish 这样子的话它就帮你整个run完了 你这个环境里面基本上就已经有外挂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外挂完之后的话 还没有办法就开始用它 你还要告诉它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是告诉它 你刚刚装的python装到哪里去 Equilibus才能找到它 才能找到它 才能帮你做后续的相关的程式处理 所以这个当然相对的是比较麻烦一些 它还会install 帮你把它装进来 另外的话 其实或者你也可以按照我们云端上面看到的步骤 分别把它做 上面应该有一个截图 所以你就做完之后 那你会发现呢 你在那个专案上面就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有一个pydiff 也就是可以开发python的专案 除了可以开发python的专案之外 另外这边也有个jungle project jungle其实就是 因为目前我们现在run都是在自己的电脑上run 如果未来你要把它架设成一个制服器 server的话 其实它也具备有把它做成server的这种功能 所以另外有个叫jungle project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把它装好之后呢 有点慢 OK 那待会的话 再来就设定 设定怎么设定 特别之后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装好了 接下来你可能第二个步骤 你就要到什么 到windows里面 不过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告诉他python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从这个windows进来 最下面有一个那个performers 这个performers里面的话呢 里面记得要找到那个 有一个叫pydiff的这个 这个是你刚刚安装外挂之后才会出现的 所以你performers里面的话 可以找到这一边这个pydiff pydiff里面的话还有什么 interpreter吧 这个选项 里面的话呢 再到python的interpreter里面呢 去找到这个画面 然后呢 在这边呢 选择我记得好像new一下吧 告诉他说 我的路径在哪里 那我是放在系列底下的python3632吧 告诉他说 我的东西都装到那边去了 那所以你到那边找找看就OK了 看一下 这边 他还在跑 好 那装好之后的话呢 才可以去run那个python的专案 这时候你当然直接去开启 python专案就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 各位先试一下 因为这边还在跑 画面先还给各位 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一样的地方 把它装这个 123 位置记一下 然后new一下 意思告诉他说 我刚刚装的python3632放哪里 那我就把它browse一下 告诉他说 我放在的是 我的c叠底下的3632 以后如果你放低点 你就改一下位置就对了 然后把它选取 按开启 这个位置 OK 好 他就帮你找到 你里面有很多的library 有没有 library dls 这些package 有没有 都在这里 那这个size package 使的是 网路上再抓下来外挂 所以以后有些外挂 可能要试着把它再安装起来 有些功能 它没有本身就有了 所以它基本的功能都有 按OK 然后把它 就是确定 并且把它关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才完成了 这个专案的建立 然后呢 就是设定完成之后 那你可以再到那个什么呢 这个Other 因为目前是Java Other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py.div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 可以开发那个什么呢 Python的project的 这个选项 OK 所以就确定Eclipse里面 可以开发那个Python 那只是说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要解决 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呢 我们如果在写那个 像出入中文 英文没有这个问题 会有乱码的问题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预设的环境里面 这边可能要设定一下 我们在一个Channel 里面的话会有个Workspace 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开启的话 假设你专案 又重新建一个新专案 或者重新选一个新的Workspace的话 那你这个一定要设定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以后你输入的那个中文字 输出会变乱码 那为什么会有乱码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的语系的设定 记得Channel里面的那个Workspace 它D4是MS950 MS950其实就是叫BigFi 或者叫什么ANSI 类似像这种 那就是只有微软才在用的 其他的软理公司都用UTF8 主要是微软真的比较不合群 所以你会看到乱码 大部分都是微软造成的 微软刚刚用UTF8就好了嘛 就是只有他不用UTF8 但他有他的坚持吧 我不知道他有他的包袱 还是说他有旧的相容性问题 我搞不清楚 反正呢 这个地方你要记得 如果你要不要乱码的话 很简单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UTF8就好了 OK 就像说那个 前写上PHP好的也是啊 或者其他的JSP都遇到一个问题 编码 只要微软的东西就乱码 有没有 写到资料过 后来知道一个问题 很简单 全部改UTF8就好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只有微软 他不是UTF8 OK 所以后面我们会遇到 只要是微软弄的东西 都不是UTF8 一进来就是错误 怎么办 先转UTF8 再塞资料库 就一劳有意了 PHP也是一样 应该你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OK 把它 记得 这个第二个要设定 好 再来的话 我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环境了 所以特别注意 设定 记得就是要去告诉他你的Python路径 第二个 把语系改成UTF8 接下来 再开始写一个 New一个什么呢 一个Project 我们就是选择这个Python的专案 NAS之后 接下来呢 那专案 特别注意 专案 第一个啦 我们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TES 假设我今天建一个练习用的TES 好 你习惯都用这 然后呢 我的版本的话 记得3.6 另外的话呢 123 请你 让他帮你Create一个Source的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去放很多的 你之后要写的模组 所以特别注意 待会你建那个新的专案的时候 名称给他一个 3.6 选择一个CreateSource SRC 然后呢 Finish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专案 Finish 好 然后呢 他问你说要不要开启 选择Fore No 好了 OK 打开 SRC就出来了 那接下来目前没有任何程式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这里面 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New的部分 你就要新增什么东西呢 新增的话呢 特别注意 你这边要选择的是 Python的module module 那里面没有module 有没有module 没有module udule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能还是要到udule里面去找这个叫Py module OK 选这一个 NAS一下 那名称的话呢 也许哦 我们把刚刚那一段程式有没有A等于5B等于3Sum等于A加B 把它拼得出来好了 练习 所以我建一个name叫Sum好了 OK 那特别重要是module哦 所以这个是专案 专案里面有个目录叫SRC SRC里面呢 你就new一个 这样把它back一下 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这边居然没有 不过你之后用的应该 用一次之后他应该帮你加过来 然后下一步哦 这边的话呢 打一个上 记得是Python的module 以后都是module模组哦 OK Finish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帮你出现一个什么 Sum的那个点py的一个module档 然后他会问你说 里面要不要帮你放template的样板 不要好了 cancel好了 我不要任何的样板 那这边OK就可以了 程式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撰写了 就把刚刚的东西打上去 A等于5 Enter B等于3 Enter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在把刚刚的公式 这程式再打一遍 那把它print出来 不过呢 你会发现 他有点麻烦 就是他会自己提示 printer的话呢 其实有个方便的地方就是 他会自己提示printer 打个p就好了 那把上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他其实也会把那个上 自己帮你带过来 不过有时候太自动 好 也不是好事啦 因为有些好像提示不是正确 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打完之后 save一下 再来run 执行 它会执行到下方 所以执行在这里 run 执行 跑一下 run 用python 去帮我run 如果你run 如果你run的时候不OK 表示你刚刚设定可能没设定好 没有告诉他python在哪里 他就不能run 因为他实际上是run的时候 自动去叫python帮你去执行那个 点py那个档案 OK 执行8出现了 不过还会几个问题 第一个字太小了 对不对 有没有办法把字放大 可以啦 解析度调一下嘛 当然不是啦 就是调里面的字的设定 第一个待会再讲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不要是8 比如说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加总结果为8好了 但是问题要怎么加 就串一下就好了 OK 不过这个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把刚刚的环境 先设定一下 设定完之后记得 刚刚python的外挂加好之后 记得就再告诉他说 你的python路径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把那个语系改成UTF8 本来是MS950 那再来就是新增一个专案 新增我用3.6的版本 加一个create一个src的目录给他 并且在上方记得按右键 src上面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给他 OK 这个module 理论上应该会自动出现 如果没有出现 可能你就到里面去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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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